欢迎大家收看STEM生活解码 今天有我STEMSIR 和大家讲生活讲STEM 最近的衣服越穿越巢 怎算呢?当然是用烫豆 但烫豆有很多种 有些是压着来烫的,大大构的 有些是用蒸气的,蒸一下衣服 究竟透过什么可以令衣服变成直脱脱的呢? 其实有两个原理 第一个原理是透过热力和压力 可以把衣服某些位置压平 但有些衣服不是,烫来烫去也越来越烫越巢 怎算呢?可能就要喷水 喷水的时候会浸入衣服的纤维 然后就会怎样呢?令到你的衣服纤维吸了水之后 再用热力和压力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它压平了 那你说,哇,很烦啊! 何时用这个蒸气烫豆好? 何时用压下去的烫豆好? 何时用蒸衣机好? 其实不用那么烦,很方便 一个机器就完成了 以往你就会觉得一个烫豆很大件的 现在你看看,和我手掌 小过我手掌的面积 这个也是一个二合一的设计 首先,如果你插电的时候 它就会形成一个闭合电脑 下面这块烫热板就会发热 那你就可以透过它来帮自己烫衣服 当然,你在家里不要学我这样烫,我现在没有插电 同时间,它也是一个蒸气烫豆的功能 可以在里面就是入水 用的时候,你就可以在前面噴点水出来 有时,平时用烫衣服的话 你就照可能放一件衣服在这里 之后就烫了 另外,你就会觉得有些位置是特别难烫的 例如是什么? 牛仔裤的拉链的位置 袋的位置 所以,大部分的烫豆的设计 前面这些位置都是尖的 目的就可以去到你的衣服 不同的位置都可以更加容易烫平 另外,它这里有个按钮 一按的时候,在它这里有五个洞 这五个洞就会噴出蒸气 这些是什么蒸气 再加上压力的话 就可以帮你烫到衣服 但有时,这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蒸气烫豆的时候 我们可以垂直 这件衣服只需要用现在挂在这里的时候 你就可以随时做这个烫衣服的效果 你说我不用压的方式 我只是用蒸气 可否令到衣服变平呢? 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那些蒸气 进入衣服里 就会令到某些纤维是如何? 膀胀的 是的,你不停去蒸的时候 同时你可能向四面八方扯一件衣服的时候 它就可以把衣服拉平了 所以烫衣服里面都包含了很多烫衣服的元素 如果只是拆解烫豆的话 它本身就是一些能量的转换 你用电能 里面有发热线 将它变成热能 第二就是 另外涉及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水的形态的变换 它本身液态的水 预热之后就会变成蒸气了 所以这个烫衣服里面已经包含了两种烫衣服 再加上它加入了超价构组织能力 即是什么呢? 传统加创意 普通一个传统烫衣服 进化成蒸气烫衣服 甚至是可以直身用蒸气烫衣服的功能 即是一个烫衣服就有三个功能 不过这里就要提醒大家 其实这些烫衣服可不可以直接放在桌面上? 最好都不好了 任何会发热的装置我们用的时候 最好就是什么呢? 你最好找一些砧板、木、木去隔一隔 因为木、砧板那些是一些铸银体 同时间它也是一个内热度比较高的物料 所以就不会那么容易让成危险 不过烫衣服里面有一个安全装置 当它如果可能是静止了的话 你不用它的时候 它就会慢慢 大概两分钟或是一分三十秒的时间 它其实会断电 断了电之后 你就要关掉它再开过才能用得到 目的就是保障 有些家庭主妇或工人 可能想着烫衣服的时候 去听电话 不记得 那你就会烫烫衣服 幸好就烫烫了 严重的话 其实是会着火的 所以用一些发热的电气的时候 记得要小心小心小心 好 等一会做什么实验 待会告诉你 接下来教大家做什么 就是扭波波了 你听到扭波波那三个字的时候 是不是小丑的玩意呢 当中有没有一些的stem 绝对有 因为你要知道 一个气球的时候 为什么它可以被吹胀呢 就是因为第一 就是做这些气球 大部分都是用一些乳胶的 你可以拉长 对了 其实呢 原理就和橡筋是一样的 所以你拉长的时候 就会怎样呢 它会是有一个弹力为能的 如果你放松的时候 就会怎样呢 就变成动能的 这是其中一个原理 好了 当我们用一个崩子的时候 就要留意那个崩子了 崩子里面其实有一个空间 前面这个位置 出口的位置比较窄 其实它这里里面 如果你看的话 就会有一个推杆的 所以我特意选过 比较容易看到的 让大家都可以看到 里面的移动的 是的 你每一下每一下推的时候 前面的空气 就会被压迫 在前面这个位置走出来的 所以呢 当你吐过气球下去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那些空气 就是一下一下 这样就令到气球 就会怎么办呢 膨胀的了 那你就会说 啊 我扭波波的时候 是不是一定要用特定的气球呢 没错 绝对是的 你就千万不要找些 只能吹完那些 那些气球是不适合扭波波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在这个扭波波的时候 这些长生的气球 它的拉力会比较多些 还有 记住 扭的时候 要留一条尾 不能够去封尽的 封尽的时候 会有什么问题出现呢 就是 你扭的时候 这个气球呢 就可能会 抵受不住 那个张力呢 就会怎么办呢 会爆的 好了 譬如我现在呢 就是扭到这个长度 那你就可以 将尾就是了 打裂了 那么呢 留意哦 尽量就是 扭气球的时候 不要留有一些 指甲 或者是戴上戒指 很容易就是戒穿气球 好了 那我们扭的时候 由哪里开始扭呢 由尾那里扭 还是由头那里扭呢 如果你由尾那里扭的时候 就会怎么样呢 那些空气呢 就会了 会向哪边走 可能会向前面走 但是如果向后面走的时候 因为呢 那些胶呢 拉大了的时候 其实是薄了的 到它呢 好像那些胶子呢 就是怎么样呢 扣不住大家的时候 就会怎么样呢 会爆的 那所以呢 我们尽量在前面去扭 扭的时候可以了 轻轻地 是的 要量度 可能大概5cm左右 用手指甲做一个圆形呢 就是轻轻按住它 顺时针方向扭 是的 扭一下呢 放手 它会回到原状的 所以呢 我们就要想办法 把它固定 好了 这样一个圈 在旁边隔着 又再扭 一个圈了 那你们会留意呢 那条尾呢 是会怎么样 越来越短的 那所以呢 其实那些空气呢 就会慢慢呢 就由前面呢 这样逼到后面的了 好了 那我究竟想扭些什么 其实我也不知道 那看看能不能扭到呢 就是一把剑 或者是一只狗仔了 那接着呢 那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呢 就是 就是 量度的距离了 这个可能呢 是狗仔的头 这两只是耳朵 好 然后呢 就是扭它的身了 那大概的身就是 那么多多 然后呢 你就开始呢 就要计算了 就是有前脚 那我呢 那我呢 做了呢 一只狗仔的 两只前脚了 不过做得比较细 好 到后面了 也都可以了 扭长一点了 一个身 跟着扭起后脚了 一只后脚 好 两只后脚 然后呢 放下去呢 再去 将它们摺起来 哇 这只狗仔是否很好玩呢 随此之外呢 我自己随意 就扭了一样的东西 不知是什么呢 呢 放在头上的时候 就要特别小心了 它就是一个 头箍啊 甚至乎呢 你可以 当它是一个 王冠啊 是不是 好搞笑呢 是啊 好了 今集就到这里了 想知道更多 其他关于STEM与生活的 一些资讯的话呢 就要留意下一集的 STEM生活解码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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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